前序部的那个张部长 张部长请 部长你好 部长我想请教你 我们当然我们都知道今天是在审查这个 那个一个退休的制度的公平性跟改革 那我想你这边应该你的资料应该是有 有关于党值并公值的这个联资的计算问题 你应该清楚了 资料有吧 我没有这个资料 你没有这个资料 党值并公值实际上已经切断了 你没有这份资料 党值并公值的联资你没有这份资料 怎么会没有 全部在我之前当时有这个资料 当时之前有这个资料 现在没有这个资料 现在我没看到这个资料 那这个是在07年的时候有行政院 有一个党值并公值的调查小组 你应该知道吧 那时候是民党执政的时候 那时候我不再在全国上 那你做部长是一个概括 你怎么不可能是说 测队几年到现在 那个时候你都记忆都把它模糊掉 也不能这样讲 当时有这么一个调查 有这么数据可是实际上我没看过 没有看过 没有看过 那你情绪部的部长 没有看过这个资料 我没有看过 怎么有可能 我接任的时候说你已经没有党值并公值这个问题了 那部长你既然没有这份资料 那我拜托你 好不好 我希望因为你在这个位置上 应该不可能不知道 我拜托你 我就是要针对这个 就党值并公值的这个对象 人数 好不好 还有付了多少的金额 你可以提供一文给我 记忆的资料可以给我吗 我 多久可以给我 我不去查一下 我这种这种 那你多久可以给我 我们尽量回去 我偷偷告诉我 这个在情绪部 如果部长没有 那就太糊弄了 好不好 那你现在答复我 主席 我是希望部长 我刚刚要了这份资料 他要多久给我 我回去查一下好不好 我实际上 我现在根本不知道有这个资料 我没看过这个资料 你刚刚还清楚说是民进党时代的时候 那这个民进党跟国民党 这个就记忆犹新 但是资料就模糊 那是不是主席 你做一个财事 看他多久可以给我 我们就请权势部 在一个礼拜 可以吗 一个礼拜内 把这个2000年金 我能够提供 我们既然提供 就是党职兵公职的对象 人数跟金额的资料 提供给本委员会 还有也给 好不好 部长我拜托你 可以 两个礼拜 好 好谢谢你 再来我再请教部长 我们在100年的时候 在10月20号 我们行政院 100年应该你在了 可以清楚了 部长 我在 在了 行政院院会 有通过陆海空军 就是金官 事官 胡义的条例啊 对 一个修正草案 这个应该清楚了 我知道 知道这件事情 那我再请教部长 这个事情的话 问题点 为什么会有通过这个修正草案的原因 在哪里 你清楚吗 因为最主要当时要脱包废率 要从12%提高到18% 好 还有呢 实际上 另外一个就是一个兼职的问题 是 兼职的问题 那我们来谈一下兼职的问题 这个又是一个观感的问题 双心的问题 弦转门条款的问题 是不是啊 因为这个是国防部主管的法规 这个我清楚 对 是吧 应该是这样吧 我们在谈双 避免知灵双心的问题 对 是不是 我现在工人员退伍法已经纳进去了 嗯 而且已经修正通过二斤实施的 现在国防部这个法还没通过 我知道这个国防部的法没通过 那你既然是清楚这一点 好 我再请教你 在100年的时候 监察院啊 有期调查 你知道这件事吗 就是刚刚你讲的双心的问题 对 监察院调查就是华航的事情 是吧 华航我知道 是吧 那我们都非常清楚 为什么 这个双心的问题产生了 不是华航 是亚航公司 亚航是吧 亚航公司 它从95年到99年 既雇佣了294名的退伍人员 佔他们全部的一个 他们公司的一个佔的比例 占了38.03个百分点 然后第二点就是说 又有92.1%就是271人 占领双心啊 那应该这个监察院都有在调查嘛 部长你清楚嘛 我晓得这是 那这样的话 这一些人 拧了双心 是不是我们国家的 这个名子名高 这些公堂 是不是又出了问题 是不是又浪费了 记得利益者 拿去了 是不是啊 狗哥学院报告 因为我现在主管 只是公认人员部分 公认人员有 我今天在这边 你既然是前夕部的一个部长 我今天在跟你探讨的是 公平公正 我在跟你探讨这个 那你认为 你的看法 是可以吗 我现在我知道 现在国防部已经在修 陆海空军军官 事官服役条件 而且他已经把这相关条件 已经纳进来 现在大院在史上当中 只国防部还有其他公营的 国营的 你你你刚刚跟我讲的 又只是基于这个国防部 是不是啊 因为我我能够主管到的 我只是公认人员部分 而且我公认人员部分 我已经做到的 而且在法里面已经明定了 那其他不是我所能够主管的业务 国防部的实际上 我想国防部要负责任的 嗯 国防部的问题 那其他不是你的问题 那前夕部 在管什么 公务员 公务员 好那你既然讲 讲公务员 我再跟你探讨公务员的事情 我想 从各公家机关啦 国营事业啦 政府转 投资的一些单位啦 你有没有去查一下 他们禁用一些退休 退伍 退职 再任公职 你有没有去调查 我们实际上 我们实际上有去含给相关的机关 要他们填报资料 然后到到全部部里面 部里面也会做个了解 然后我们上网 好那你刚刚讲的说你没有调查 那是不是 请部长 你这边再说明一下 这一些公职 转公职的这一些人 是不是可以说明一下哪一些行政机关 我不太了解薛文的意思是什么 你不了解我的意思 蛤 我不知道你 我就是说你刚刚有讲说 你们有在调查这一些公家机关嘛 对 是不是 我们现在基本上 禁用退休退职退伍 再任公职的这一些资料嘛 对 我要的是你 那你现在清楚我在跟你讲什么 这些资料我们都有 在网路上都有 我都可以提供给薛文采讨 那在网路上都有的话 那你认为 是 合适吗 公平吗 那实际上是 是不合适 是不公平 所以我们在公职退伍法 你们已经明定 一起禁止 他自己说明的情形 这样子 对啊我们已经做了 我们都 我时间到了 我们都知道了 如果说你刚刚说你 你已经上网去 上去清楚的话 那我希望你 部长 我也要再一次的跟你要求 以上的 比如说行政机关 学校的职员 第二类是教师 第三公营机构的一些 所有相关的职员 公营事业机构的 那个员工 还有技工工友 还有聘雇聘用的 我希望你 是不是可以整理一份给我 我想我们主管业务范围的里面的资料 我一定提供给 薛伟 那部长 我再 我再请教你 那你刚刚说 你们都有上网都没有问题 那你这个时间 可以整理一份 可以多久 可以给我 很快 很快是不是一天 明天就给我是吧 我只能要求公务人 对对对对 对对对我们主管的业务 我想我们一个礼拜之内就送 就给 一个礼拜给我上 好那谢谢主席 我想我请部长 刚刚我要的上内第二点的一个资料 一个礼拜可以给我 谢谢 谢谢 谢谢